近日新增的新冠病毒確診個案上升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 現在死亡和嚴重個案極少 市民不用擔心 政府專家顧問許雪昌預計 新一屆政府上台之後 會和內地再商討通關條件 認為維持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是合適 其實香港現在 近日都很大 我們都提過了 我們接種率高了很多 社區有一定的保護屏障 重症也少 死亡個案少 我們有條件就是通關 特別是和海外通關 但是當你和內地通關 條件又不同 比如縮短酒店檢疫期 甚至乎家居檢疫 其實很多國家現在正在做 新加坡很多國家都正在做 但是如果你和內地通關 仍然都是一個首要的項目 你就不可以把關做到這麼鬆 因為始終你的外防輸入 就是你動態精靈的其中一部分 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 講座教授 運輸球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說 中央要落實愛國者治港 是擔憂外部勢力介入香港 19年之後中央堅持要所謂 整理香港的政治秩序 愛國者治港等等 背後他對香港擔憂在哪裏 我認為他擔憂就覺得 以前他很珍惜香港和西方世界的緊密聯繫 對整個國際大局 對中國走入世界是有幫助的 但是去到一個國家和西方世界 好像有個很明顯的衝突的時候 互相爭持的時候 北京就很擔心這個香港究竟是西方的香港 這個是中國的香港 19年他覺得外力介入 大家知道他所說外力是誰了 那時候他覺得會不會把香港拿到另一邊 我要搶回香港 現屆政府任期月底結束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顧過去五年 說從未就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感到遺憾 又說抗疫政策沒有不足 只是大規模感染之下能力不足 在現屆政府任期最後一個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總結他五年任期 說已經落實九成政綱 未做的包括將防止賄賂條例部分的條文 適用於行政長官 他解釋是因為寫政綱的時候 不太了解一國兩制 如果和憲制秩序有衝突都做 是不負責任 又說曾經努力化解社會矛盾和撕裂 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風波 但至今不認為有錯 我從來沒有就做一條逃犯條例 而是表示遺憾 我仍然認為這個是應該做的工作 但當時我也都為這件事致歉 就是說我們的解說工作是做得不好 我們的主事官員是沒有認真地去解釋 甚至沒有出過一些很清晰的 我們經常做工作都要有Q&A 有簡單的文件 任期未升 他說早在去年已經開始鋪排離任 但是那些人說 你為什麼整年都不告訴我 你不做 有些東西叫人走策略 我這麼早告訴你 我還可以管治這個地方 他說今屆政府不把問題掃到地毯底 在房屋問題上 他說過去五年成功重建置業階梯 增設過度性房屋 居屋售價也已經和私樓樓價脫歐 又引用差股處整體私人住宅售價指數 說任內自至今年4月樓價只上升13.8% 其實樓價是需要平穩 但是過去四屆都是大上大落 就製造了很多問題 大落的時候就很害怕 就停了一些東西 大上的時候 就是那些辣椒 那些人不叫人買樓 這個不是健康的樓市 十年建屋計劃 那350公頃的土地已經找好了 再加上明天大嶼 郊爾州填海的1000公頃 再加上北部都會區整合出來的新的土地 所以這些後人成糧 是會看到 於是希望給市民有這個期望 但第五波疫情內襲 不少人質疑政府尤其公務員抗疫不力 林鄭月娥說 在大規模社區感染之下 是能力不足 不是抗疫政策不足 社會上時常都有人想挑撥離間 就是挑撥離間公務員和市民 挑撥離間公職人員系統裏面的高層和前線 往往社會上看到有些事情 他不滿意不開心 某程度上都是認為公務員的工作做得不好 但我作為行政長官也好 作為一個曾經在公務員系統裏面工作的人 我到今刻都認為香港的公務員 都是一支優秀的隊伍 林鄭月娥說未來樂意去分享管治體會 和向青年說香港的前景 無線電視記者李玉昆報道 政府呼籲市民提防網上流傳 聲稱涉及財政司司長訪談的詐騙廣告和網站 事件已轉交警方跟進調查 近日有網上廣告和網站 刊登財政司司長的相片 內民以訪談形式涉及推介聲稱是 新加密貨幣的自動交易系統 並且附有關的投資平台的連結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發聲明呼籲 市民提防相關的詐騙廣告 嚴正澄清從未發出或授權任何相關廣告 說文章言論全屬虛舊 司長從未進行有關的所謂訪問 指有關詐騙廣告和網站 有使使用者點擊連接到可疑的交易平台 呼籲市民切密登入任何可疑網頁 或者向不明來歷的網站提供個人資料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 暫時不會出現第六波疫情 本港已經有條件對外通關 但內地通關的條件相對較嚴 下屆政府需要與內地再商討 他建議可以設特別群組 讓他們閉環式管理回內地 本港疫情近日有回升趨勢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是預期之內 現時公立醫院的嚴重或危台降案極少 認為市民無需過於擔憂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有第六波出現 現在開始流行的都是B.A.1、B.A.1、B.A.4、B.A.5 這些都是和Omicron B.A.2的同源病毒 其實我們現在的疫苗 這個T細胞功能是在 仍然可以有效減低感染之後 患重症入院和死亡風險 但他強調高危群組 3至11歲群組的疫苗接種率 仍然不理想 需要加強接種 政府早前說 今屆任期結束之前 不會再收緊或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許樹昌說 維持現行的安排合適 他認為本港目前已經具備對外通關條件 但和海外和內地的通關條件不同 當局需要取得平衡 香港有條件對外通關 但同一時間和內地通關 對很多人來說都很重要 有很多人在內地有事業、家庭 所以要取得平衡 如果堅持要動態清零、社區面清零 可能會不會有些特別群組 可以做一些閉環式管理 可以回到內地公務 可以考慮 許樹昌說 如果新一屆政府認為 和內地通關是首要的事 對外把關就不能太寬鬆 無線電視機者林准謙來 林鄭月娥又說 今屆政府在民生事項都有成績 過去五年也成功令到樓價平穩 又反駁公務員被指抗疫不力 批評社會上有人想挑撥離間 而第五波疫情下並不是政策缺失 只是能力不足 特首林鄭月娥說 今屆政府願意處理老大難問題 能夠做得多少得多少 不會把問題掃在地毯底 但面對錢都解決不了的房屋問題 土地規劃需要時間要前人中雪 十年建屋計劃那350公頃的土地已經找好了 再加上明日大嶼交易洲填海的1000公頃 再加上北部都會區整合出來的新的土地 所以這些後人承亮是會看到 於是希望給市民有這個期望 他說過去五年成功重建置業階梯 並且增設過度性房屋 居屋售價亦已與私樓樓價脫歐 由引用猜股處整體私人住宅售價指數 說任內截至四月 樓價只是上升13.8% 其實樓價是需要平穩 但是過去四屆都是大上大落 就製造了很多問題 大落的時候就很害怕 就停了一些東西 大上的時候就是那些辣椒 那些又不叫人買樓這些 這個不是健康的樓市 健康的樓市是一個供應是穩定 令市民知道不用心急 我有得買的 過去五年的政府經常開支 大幅提升五成半 去到最新大約五千六百幾億 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 又將勞工和法定價期看齊等等 林鄭宇娥形容在勞工議題上 交出相當好的成績表 但第五波疫情來襲 不少人質疑政府 尤其是公務員抗疫不力 林鄭宇娥說 Omicron病毒傳播力強 大規模的社區感染無可避免 社會上時常都有些人想挑撥離間 就是挑撥離間公務員和市民 挑撥離間公職人員系統裡面的高層和前線 抗疫的工作並不是一個什麼政策上的缺失 而是我們那個能力 在一個這麼大的感染情況之下 是不夠的 是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 有時我們就用更加多的人去幫忙 但是都沒有辦法 你看到那些醫院的急症室就是 往往社會上看到有些事情 它不滿意、不開心 某程度上都是認為公務員的工作做得不好 但是我作為行政長官也好 作為一個曾經在公務員系統裡面工作的人 我到今刻都認為香港的公務員 都是一支優秀的隊伍 他說公務員未來要更加主動積極 要有創新思維 和勇於挑戰現在的做法 才能追上時代需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蔡熙報道